同学是手脚兵用,顺利攀爬到树上 小朋友挑战自我,尝试离开地面,换个角度看世界 你一开始爬的时候,你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做 要把它做得比较好,然后要用力 那爬到树上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感觉很开心 不一样的毕业礼物,大一大学休闲,世界管理学系学生 带领花坛,白沙,国小的小朋友 体验潘树和走神的活动,为毕业生带来难忘的回忆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他们在毕业前 活动都非常的精彩多元,跟丰富 那我觉得我们在推动SDGs 还有整个生态环境永续的这个理念下 对于自然环境,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要有更深入的去认知 尤其像我们学校的这一棵老榕树呢 还有我们学校的这大象爷爷,对孩子来讲都有很深刻的情感 大学生学与自用带领小朋友探索潜能 在过程学习简单的绳索操作以及收音协调的技巧 今天透过学生学与自用在潘树走神这两项活动的一个户外游戏体验 并带给我们白沙国小这一届同学的毕业的礼物 我想这是非常具有相当的意义的 那也希望未来孩子在布出国小的一个毕业典礼之后 能够对于户外教育的这一块更加的热衷 我觉得这个收获就在于让学生们不只可以放下手机 接触大自然,也可以训练平衡感还有成就感 因为他们要走神嘛,第一次走一定会害怕 因为毕竟他们走的是神子 那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他们训练平衡感还有成就感 小朋友体验潘树湾走神 克服最高度或是困难的畏惧 突破自我给自己一个最好的毕业礼物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